当然有的人说 老师我到底要做多大的功德主 你没有经济能力 哪怕你拿了一分钱来做 我们有一种牌位是不要钱的 你随意乐捐的 说老师我这个一分钱也没有 一分钱也没有 你就来帮忙做义工 你的一天大概在新加坡值100块新币吧 那你就有了100块 你做一天义工 你没钱 你做了一天就等于赚了100块 我也没有给你发薪水 但是这100块就变成你的功德力了 所以不是说我没钱 我就不能做功德主 不是 那你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布施 来做义工 所以是担心要重视 你不要找借口 很多人说我又没钱 等我有钱了我再做 你是被自己的冤心债主 蒙蔽了自己的心窍 你不知道你只要做一天工 你就可以赚100块吗 所以今天 那么这一段时间 我们很感恩很多大菩萨来 很多义工来 那么大家刚才在佛堂看到的 那么殊胜的贡品 都是他们帮忙准备的 我们给这些老菩萨们一个掌声 愿他们功德倍增 功德无量 都回向给他们的冤亲债主 大家要学这些榜样 有些人唠唠叨叨的不愿来当义工 实际都是你的冤亲债主在后面阻挠你 阻挠你 不能怪别的 所以大家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利 那么说到底我出多少钱 我们后期是不得已才有一个标价 所以你做什么做什么多少钱 实际这个东西真的是无价的 哪怕你来捐了五十块钱 捐了一百块钱 实际上在隐太世界 你得到的不是五十跟一百 但得到的那个功德 那是不可胜数的 待会儿老师带着你回向 带着你修法 你就可以把这一点点东西化作无量功德 就因为这一点点东西 你就可以在明年或者未来的人生路上 开始完全转顺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重视你拿了多少钱 那么说到底我还想有的人 像我们这次在台湾有一个老菩萨香港的 他一次捐了六万新台币 工作人员就来找我 说老师这怎么写 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功德主 这怎么写 我说一个牌位值多少钱 一个牌位你可以是五十块的一个牌位 也可以是一百块的一个牌位 也可以是一万 也可以十万 也可以一百万 你只不过是借了有形的东西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去计较 这个到底值多少钱 所以你一个牌位到底值多少钱 真正懂的人在这种法会 他是干脆就是一笔钱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你去做 你给我立什么牌 你去立 就像这位老菩萨 他的根基很深 但是金身染的也很深 但是他一次就捐出六万新台币 然后就给道场做这个法会 因为一个道场要养起来不容易 他要房租 要人员工资 要很多的消费 所以你不要去计较说 你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 这个还挺贵的你卖的 那你把功德力忽略了 这个力量不可胜数 所以每次我们的大法会 很多大菩萨做大功德主 有一年一个人一下给我们五万新币 整个会场的费用 人家一次就捐出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的一个牌位值多少钱 不是我定价 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基本定价 是因为去大家的贪心 贪心 即便这样我们也有一个不定价的 就是你随意乐捐 你不捐也拉倒 你不捐 你越做 我还帮你做 这就是什么 你哪怕真正就是因为这么一次 你一分钱没出 又写了牌位 这一点圣德 你来了 人来了 作为一个拥护众 你也有功德 那你下一次 你就得到一笔大的利益 你就有钱了 你就舍得做了 所以大家对法会期间 到底说这个值多少钱 那个值多少钱 你要以空性力对待它 它在空性力的作用下 它是无量的价值 没有一个固定 它就是多少钱 所以不要被这个有形有象的东西 所锁住了自己的心窍 用点钱 迷住了自己的心窍 所以大家要先把这个破掉 不要在这个方面形成一种障碍 我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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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